第一次見到的是 昨晚有暴徒因為不滿法庭的裁決 而放火燒了沙田裁判法院 法院外場被嚴重分剋 當法庭有判決 與他們的理念不一致時 他們就用破壞、襲擊、放火的方法去發洩 市民感的行為 社會是否要繼續容忍和默許呢? 繼續容忍下去 會不會有一天 只要任何人和暴徒持不同的看法 都會變成他們襲擊的對象?